115 月 宋哲來 福爾摩沙 宋哥的國族戰鬥免協 阿蘭 啪啪 歡迎胡長松 千辛 主席 各位 台灣文化界的 全培 文化界的 關心 台灣文化界的 全培 大家好 今天 我的題目是 宋哲來 福爾摩沙 宋哥的 國族戰鬥美學 我主要的 寫這個題目 是因為我理智 為大家來揭發 宋哲來 文學創作的一些秘密 一些秘密 我要揭發 最主要的就是說 文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存在裡面 就是對一個新國族 對一個新國家的意識 其實存在在文學裡面 但是這個新國家 新國族的意識 登記在台灣文學界 台灣文學理論界 揭曉 他缺席了 所以 我作這篇論文呢 要提前 國會 研究者 國會 研究的先進 要注意這個現象 就是說 你如果跳起 對 台灣新國族的 意識的關心 你對宋哲來的 意識的 意識的 文學的 關心和研究 有可能會缺一大堆 所以 我主要是做這個例子 是因為 很多 很多 很多人在說這個 秘密 不過我 特別 也拿出他的詩 因為他的詩 比較少人在說論文 所以 我用這個詩來講 現在我做一個年度 其實我上誓的論文 你可以去看 有30頁 一頁 如果半分鐘 差不多15分鐘 你就可以看完了 這個部分就是說 送到來的先是因為 這頁 年代 開始小小 甩理 寫得更多的寫 到北空年代 你就七項 年代 發生你的頭髮 之後 其實有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這個很大的變化 你在哪裡可以知道的 就是在他的這個 符合摩擦 宋哥 出現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個變化主要 我一講 結論 我一講 結論 就是 它這個變化 給他 對過天 我用班納迪克安德森的理論 他過去對農村 對農村的關心 對想像的共同體的接觸 擴大 他直接從 在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他整個關注的層面 擴大到整個 對台灣人 對台灣整體這個大區域的關心 那這個大區域關心的同時 他形成了一個新的國家意識 所以你去看他的秀選 北匡林以前 你的地方以前 他是對農村的經濟 對社會結構 對一些平均性的問題 他有更多的關心 對修改戰 結改戰 他有很多的關心 但是 過80年代以後 你去看 它都是整個台灣的命運的關心 譬如說 廢墟台灣 我想我沒有什麼廢墟的論文 因為很多人都在討論這個 廢墟它關心的是整個你台灣的命運 譬如說 寫色北匡降臨的城市 它關心的也是整個大的政治層面的問題 它關心整個大的政治層面的問題 所以這是整個在關注議題上 它在80年代以後 它極速擴大 極速擴大 那它極速擴大 它其實它的核心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這個新國族的意思 就是 什麼叫新國族的意思 跟人說是 台灣人在自己做出人的這個意思 台灣人不想把這個政治的觀念 把社會的觀念 把文化的觀念 把價值的觀念 把價值的觀念 交在外的市民 才會抽人的這個意思 這是台灣人在做出人的這個意思 這是新國族的意思 這個新國族的意思是 所以 你的樂事聽 它要來嘛 所以 對整個範圍來看 它其實在80年代以後 就劃開了這個東西 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但是 對美學來說 它這個是有一個朝前性的 詩的那個美學的進展 是快了它的小說 快了20年 它的小說進一步 到春天的傳奇文學的這種寫法 是到熱帶魔界之後才開始 是2000年之後 不是說春天就是 不是寫外向的春天 就是所謂春天傳奇文學 寫傳奇文學的一種寫法是說 它遇到了一個很大的挑戰之後 主角裡面那個人物 他是一個高模仿人 他是一個接近偉人的這樣的角色 他是可以去克服那些環境的不安 突破環境的阻礙 然後戰勝環境的那樣的一個角色 他是站在那個角度去寫的時候 從熱帶魔界以後 從他後面的基督教文學 才比較有這樣的精神高度 去寫這個東西 但是呢 他這個詩詩很重要 就是說 他超前了他的熱帶魔界 居然達到20年 他超前了這個東西 超前了20年 所以 大家千萬 就是說 要去注意這個東西 那他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他主要他的詩的特色 你比如說 我這裡有影子手裡的詩 那種歐哥 如母親一樣的導語 你看裡面 語言的這種特色 其實有這種力量 他那不是只有講情而已 他這樣說的是 國階藏的人 怎麼出力 為這個地方怎麼出力 這個東西 連島啦 希望啦 生活的一些希望 作息 偉大的力 洶湧的正義 街頭洶湧的正義 一下子洶湧的正義 其實在理法來說 他不是過去田園文學 那種很浪漫的那種柔美的那種風格 他也不是鄉土主義那種很哀醜的 哀美的風格 他也不是風刺文學的那種 腐敗之美的風格 都不是 他是一種壯美 雄壯的壯美的 他是可以去打破那一種 環境的限制的那一種風格 所以 其實我的論文是 為他這個很核心的這個地方 包括這個感情的東西 還有他的異性的東西開始 所以 我在這裡有一個核心 在我的論文裡面有的 大家一起唱歌 他的 他的異性的核心 當然是台灣的風格 對台灣的愛 對台灣的尊敬 因為對台灣的尊敬 所以你看他的羞恥 有一種情緒 情緒在對神 說話的那種感度 就是說 他聽話的那個人 其實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一個非常高的人 是一個女神 或者是一個上帝這樣的角色 所以 剛才有人說 他的文法 其實他的文法 繁雜跟宣典有關的 北空年 這是北空年 但是 他最小是兩千空四年 但是 二十四年前 他就已經參加這個東西 他就已經殺出這個東西 所以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福爾摩上送歌 你就可以去看 他對親土的 那個東西 他怎麼想要對吉德 對台灣這個德書 的一個 女神的吉德 這樣的那種公法 其實那種東西 很像在惠特曼 惠特曼那些草獵 惠特曼 惠特曼就是 美國打仇建國的時候 那一片草莽的時候 他在建立美國的美客的時候 他是用那種壯美的風格在寫 我 我自我之歌 惠特曼用自我之歌 就是一種風格 所以你看 他跟憲憲 跟憲憲 和憲憲 包括雅歌 詩篇 岳伯記 都有這種風格 福音書 都有這種風格 有這種風格 有什麼風格 你再回去看他 他剛才的語句 全部都宣告句 他的宣告句 他就像那個 我選擇 這個 莫米蘭和莫米蘭 這個時候 結合 成為紅毛 他講完之後 他成為紅毛的事實在完成 他的事實在這種東西 就是說 我說這裡 台灣生的一個新的國家 他說完之後 就完成了 這件事 有一種 前進的戰鬥心 我在說的那種壯美 那種戰鬥的風格就是 他 我選擇 這裡有很多困難 不過我在這裡選擇 因為要有信心 這些困難 就一定會打破 他說的時候就打破了 這就是那種 在米蘭來講的那種壯美的那種風格 那人物是崇高的 是崇高的 是優越的 所以 他從這裡 帶出他 就是到這個 我剛才說的這個 新國族的意思 當然 如果你看裡面 他有說到很多 那種華人的虛無 那剛才的得獎詞也有說到 很空虛的 虛無主義 白金主義 物質主義 這些東西 這種東西 你要把他拆掉 嚇到 歐洲的比較理性的 比較啟蒙的 比較科學的 比較民主的 比較自由的 這一種 啟蒙 理性運動的意思 所以 這是這個部門 這是對新的國族意識的內涵 當然這裡有一個 我看你 已經說到安德森的這個 想像的共同在這個東西 但 我特別是 請大家注意的 就是 他很早就對海洋史觀 到這個自由市場經濟 他很突兀的關心 因為台灣 過程一直 比較多的是維護史觀 維護史觀這個東西 就是說 整個驅動世界歷史的前進 是以生產力的結構 來驅動的 或是生態史觀 生態史觀是說 是用暴力來驅動的 因為每個人 深圳環境不一樣 暴力會去驅動 歷史的不一樣 但是 他就是說 他